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一岁的时候 因为爸爸离开了家 妈妈自己独力揍我们 所以经济压力也是非常大的 18岁了 那时就正式加入TVB 开始要一个人养起成头家 因为那时姐姐已经搬出去住 那我就要负责我和妈妈的日常开支 所有家的东西 那份钱是不够的 所以就去了一家眼镜店 再购买 那试过乘地铁的时候 又在想我要不要买小铜飞呢 又不可以 有办法的 然后试过窮到真的没钱 因为那个八达通 按针有50元 那你真的走投无路的时候 你就要走去 我不要这张八达通了 那他换了50元 来支撑 然后上班那几天的车前 这些都是很深刻 窮到窮的感受 我还记得有一次 在做台庆的时候 因为我要上班 看着电视机 就觉得 哎呦 为何没我的份 其实我也很想参与 这个一年一度的大show 我也很想去 所以 我觉得是一个心理上的一个 怎么说呢 自己未看得开的感觉 有提醒自己 就是不要只是担忧 或者彷徨 总之怎么都要撑过去 一直以来 经历这么多艰辛困难 怎样可以令我没有埋怨 或者有动力撑下去呢 就是 唉 我觉得我妈妈小时候已经很辛苦了 她是我一个榜样 她臭我的时候我只有一岁 她也这么辛苦挨大两个轮 我觉得 现在反过来到我了 她也挨得过了 我觉得 我自己年轻 有手有脚 所以我觉得 我应该 比她更加坚强去做到 我觉得难关 是可以锻炼到我们的斗志 既然怎样都要面对这个疫情 那不如我们让自己每一天过得轻松一点 就是转一转的心境 会更好的